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冠月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今天在珠海正式开幕 我们也派出了航展特遣分队直击现场 首先有请我的同事浩毅带来航展观察 我现在是在广东珠海 第十五届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的现场 两年一度的蓝天盛宴如约而至 那我也是第一次作为前方记者 对中国航展进行嵌入式报道 我们知道今年是八一飞行表演队 换装歼10C后首次在珠海亮相 那他们的飞行表演也是让我们大饱眼福 我也是第一时间采访到了八一飞行表演队的队员 接下来我们一同去看一看 这个臂章是显示的我们一个机位号 是六号机 也是我在整个机群表演过程中 显示我的一个位置 六号机的话它跟五号机一样 都是单机表演员 索飞的一个机位 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起飞大仰角上升 以及半滚着陆 还有我们的单机绕五机的一个滚转动作 都是由六号机来完成的 我们的歼10C表演机 是在这个歼10C的基础上 进行的一个表演用途的一个升级和改造 此外呢我们还加装了拉烟系统 以便于我们更好的在表演过程中进行一个展示 歼10C表演机首次亮相珠海 既展示了人民空军装备升级 转型发展的可喜成果 更彰显了空军上下聚焦打赢 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信心和决心 新装备开启新真诚 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 以新姿态迈向新舞台 用新能力创造新成绩 那除了精彩的飞行表演 在今年的中国航展上 还有一个展区可以说是赚足了大家的眼球 那接下来呢 我和军事专家带大家一探究竟 那现在呢 我跟东旭老师来到了航空航天展馆 在我身后呢 是歼20S和歼35A首度同框 那美老师 这两款战机首度同框 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 歼35A和歼20S首次同框 展示出了我们在隐身战斗机设计和研发方面 取得的进步 那么也意味着我们中国空军会拥有 更多更先进的这种空中战战平台 展馆里面的这架歼20 和外面进行飞行表演的歼20 还是有不同之处的 那么歼20S意味着 它是一种双座的隐身战斗机 那么歼20S最大的优势是 就是两名机组成员可以进行配合 可以更好的去分配任务 比如说在长距离飞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两名飞行员可以交接班 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 其中有一名飞行员可以操控战斗机 保持它的飞行速度 做出各种各样的机动动作 那么另外一名飞行员 可以更好的去控制机载武器系统 当然了 现代化的这个空中作战体系 有人机和无人机也可以进行更好的配合 歼20S也可以有效地指挥无人机 尤其是隐身无人机构成全隐身化的 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或者是编队 可以说双座版的歼20出现 意味着歼20它的系列化 家族化的发展又出现了更多的亮点 那么另外一款隐身战斗机 就是歼35A 它是一款中型的双发的 这种隐身化的作战平台 多任务的能力 多用途的这个功能是非常强的 所以未来它的服役数量会非常多 它也呈现出体系化和家族化的 这个发展方式 未来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那可以说本届中国航展展品 全维度涵盖了陆海空天电网 而一批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 高精尖展品是集体亮相 那部分展品也是首展首秀 那接下来的几天呢 我会继续在现场带来我的观察 关越 好 非常感谢浩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也期待你今后几天 带来更多的观察 下面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俄乌 近日俄乌无人机展开大规模对攻战 俄称西部集群控制乌军27个据点 乌称在前线多个方向 与俄军交战百余次 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当地时间10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当天凌晨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见证者和其他攻击型无人机 共145架 本周以来 俄罗斯共使用800多枚制导航空炸弹 约600架攻击型无人机 和近20枚不同类型的导弹 对乌克兰进行了攻击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俄军当天在莫斯科州 累计击落34架乌克兰无人机 莫斯科多莫杰多卧机场 如科夫斯基机场和谢烈梅杰卧机场 一度暂停航班起降 在此前一天 乌克兰空军称 9号凌晨在乌克兰上空 有51架俄罗斯攻击型无人机 其中32架被击落 打击的中心是奥德萨地区 俄罗斯国防部则称 9号凌晨在俄罗斯各地区上空 有50架乌克兰无人机被摧毁 分别在布良斯克州 库尔斯克州 诺夫哥罗德州 斯摩勒斯克州 图拉州 奥利尔州和特维尔州 此外 俄媒10号报道称 俄罗斯西部集群部队 控制了乌军27个据点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 在过去一天内 乌军与俄军在冲突地区 共交战158次 防武新观察正在播出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 首先请教少女士 我们也关注到近日俄乌双方展开 大规模的无人机对攻战 双方都出动了大量的无人机 进入到了战场 您观察好 双方为何此时会对对方来展开 这样大量的无人机对攻战 同时他们的作战方式 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其实双方出动无人机 打击对手的后方 这应该说是俄乌战场上的一个常态 那无论是俄罗斯方面 还是乌克兰方面 他们无人机打击的目标都差不多 基本上是能源基础设施和一些军事目标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意图还不太一样 因为从第一线战场的情况来看 现在肯定是俄罗斯占了上风 对吧 那么俄罗斯用了大量的那种 滑翔制导炸弹 这个对于乌克兰方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比如说它的阵地 根本扛不住这种精确制导炸弹的攻击 那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 它打乌克兰的后方用无人机 它主要还是想削弱乌克兰促使 乌克兰当局坐下来跟俄罗斯方面谈判 但是乌克兰的想法不一样 因为乌克兰在前线 它是处在一个被动的状态 所以它更希望通过打弹药库 通过袭击俄罗斯的港口 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军用机场 能够影响到俄军在前线的作战 所以我觉得双方打的目标是一样的 但是背后的意图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刚刚像邵老师也提到了 现在其实俄罗斯是处于一个 相对来讲比较占上风的状态 同时我们现在了解到 俄罗斯方面称近日西部的集群部队 是夺下了乌军的27个据点 同时还有相关的媒体报道说 俄军对乌军展开大规模的攻势 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您观察 现在俄乌的战场环境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从整体俄乌的战局来分析 就不难看出俄军当前进攻的态势 的确是十分的迅猛 而且取得了非常重大的 一些先期的成果 但是至于说这个战况如何 或者说这个是否到了 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观察 其实我们具体而言 可以从乌克兰和俄罗斯 两个角度来看 我们先来看俄罗斯 确实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战果 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攻势 从近期整体形势来看 俄军已经能够让他的前锋 逼近乌克兰非常重要的一些 关键的补给线和交通线 那么如果这样一个态势 持续下去的话 那么对于乌方带来的压力 会非常的重大 对于乌军通往乌东 包括乌南区域的基础的运输 也可能带来极大的这样一种威胁 另外我们从乌克兰这个角度来分析 面对俄军庞大的这样一种攻势 乌克兰也正在展开一些措施 比如说首先乌克兰 它有西方援助的一些武器装备 特别是先进的一些精确打击武器 开始对于俄方在战场的目标 包括对于俄本土的一些目标 展开大范围的打击 而且是精确打击 可以给俄方去制造一些压力 另外乌克兰也多次呼吁美西方国家 特别是北约成员国 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 包括其他这种武器的援助 所有这一切就使得乌克兰 对于俄罗斯这样的一种战场对决 仍然还在继续 这个大的节奏还在保持 再者乌克兰它可能还会采取 一个海陆双向的一个策略 比如过去在陆上 一旦某些点位陷入僵局的时候 乌军就可能出动小股部队 或者说出动无人机无人艇 对于克里米亚 包括对于俄本土沿海的一些目标 进行一种洗扰 以此来牵制俄方的注意力 所以综合这几个条件 我们不难看出 目前整体战场局势复杂多变 受到多重因素影响 很有可能接下来 就可能会回到 库尔斯克战役发起之前的 那样一个相对战场胶着状态 近日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防长奥斯汀拒绝绕绕过其他买家 优先向乌克兰交付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两名美国官员 和一名乌克兰政府顾问的话报道 美国防长奥斯汀拒绝绕过其他买家 优先向乌克兰交付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报道称奥斯汀认为 资连斯基希望美国打破 与其他客户长期协议的要求太过分 此外 据多家外媒报道 自俄乌冲突开始以来 美国拜登政府首次决定取消 对向乌克兰派遣美国军事承包商的禁令 莫斯科时报报道称 克里姆林宫开始担心拜登离任前 会允许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 6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通话 美媒称 特朗普表示将支持乌克兰 但没有透露细节 另据德新社9号报道 乌克兰政府正在组织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之间的会晤 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请教少女士 在当前乌克兰处于相对来讲 比较被动的情况下 我们也注意到美防长奥斯汀 是拒绝优先向乌克兰来交付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而且还称 乌方要求美国打破和其他客户的长期协议的这个要求太过分 您觉得美方的这一个说法 它是真的很难向乌方去提前交付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还是他的一种说辞呢 我觉得奥斯汀说的可能是真话 因为为了乌克兰 其实美国已经是把很多的 就是其他客户的武器装备延迟交付了 比如说像爱国者 基本上其他的客户都得要排在后头了 先给乌克兰 包括那个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也是先给乌克兰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美国的军工企业来说 这两年乌克兰无条件的排在第一位 影响了他跟其他客户的这种合同关系 那么从美国防长的角度来说 他其实当然希望保持一个平衡了 不能因为乌克兰就把其他的金主给得罪了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军工企业主要是靠 这个国际市场上的这些买家 那么你老是延迟交付的话 肯定会导致这些买家不满 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 其实同等的武器装备 不是说只有美国一个选项 那你现在美国老是延迟交货的话 那这些生意是不是就会跑到其他的国家 我想从奥斯汀的角度来说 他必须要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 不能因为乌克兰把其他的金主也给得罪了 接下来请教王先生 我们看到美国媒体表示 拜登政府已经决定向乌克兰来派遣军事承包商 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呢 同时也注意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即将离任的拜登政府 有可能会在接下来两个月的时间内 对俄罗斯做坏事情 您觉得拜登政府可能会看看热闹 还是会真的影响接下来的俄乌局势的一种走向呢 我们看到拜登政府这次首次解除了 向乌克兰去派遣军事承包商这个禁令 应该说是近期以来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 也是一个重大的动作 因为一方面标志着美国拜登政府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模式可能发生一种调整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对于整个俄乌态势的一个介入的方式 也可能会发生一个改变 首先我们看到虽然说军事承包商 至于美国来说不是美军成员 也不算美国的这个核心的这种军事人员 但是对军事承包商与美国军方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另外从整体的这个战场微观来看呢 这个如果军事承包商进入战场的话 那么对于乌方的这种战力的提升 可能会发挥一个突出的作用 在过去呢 军事承包商他所承担的对于武器装备 特别是美制武器装备的保养维护 还有一些其他一些军事任务等等 都是在乌克兰境外去完成的 比如说波兰比如说罗马尼亚 那么现在把这些人让他进入乌克兰 推进到一线的话 一方面可能对于过去出现的 就武器装备保养这个养护的这个效率不足 导致这个战场的这个形势比较拖 会有所改变 另外一个呢 也意味着美方的军事力量 更加进行一种前沿部署 或者准军事力量进行一个前沿的派遣 那么接下来就会给整个的俄乌局势 包括俄美关系带来一些不确定性 我们不难看出呢 拜登政府很显然是把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看作是军事原屋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期 那么对于俄方来说 或者对于整个俄乌态势来说 拜登政府其实目前他还有这个若干个选项 一方面在这个军事上啊 拜登可能他会去进一步的放宽 一方面去放宽对乌克兰提供一些进攻性武器 特别是大规模进攻性武器的这样的一种限制 另外一个还可能像您提到的 放宽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纵深目标打击 这样的一种限制 那这次呢 在胜选总统特朗普啊 他在竞选过程当中经常说到的一句话是 他会在24小时内结束冲突 这个是否有可能性 而且我们现在关注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 而且双方还即将计划举行会晤 请教少女士 特朗普上任之后 美国原污的态势是否会发生改变呢 特朗普呢 他的上台确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变化 那从对乌克兰援助的角度来说呢 他确实会减少对乌克兰的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支援了 但是这个减少呢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乌克兰得到的援助会减少 因为他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让欧洲掏更多的钱 让像日本包括韩国这样一些国家掏钱 就是客观上来自美国的援助少了 但是总体的援助未必就会减少 我觉得这是一个点 那么再有一个点呢 就是未来是不是可能把一些无偿的援助变成有偿的 就是要求乌克兰未来以某种方式偿还 当然这个条件呢期限呢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可能会把无偿变有偿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点 但是总体来说呢 就是特朗普上台并不等于说 他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会有一个180度大转弯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政府 虽然说这个两党轮流执政 但是他在一些大的问题上 他还是需要两党共识的 还是有他的连续性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局势 10号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说 以色列正在权衡与黎巴嫩方面达成 北部边境现实停火协议的可能性 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0号据以色列多家媒体原言 以政府内部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 以色列正在权衡与黎巴嫩方面 达成北部边境现实停火协议的可能性 以避免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 故预期立刻在加沙地带停火 并严格限制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范围 7号以色列时报报道称 以色列将利用美国军事援助的资金 从美国波音公司购入25架新一代F-15IA战机 以防还有再采购25架F-15IA的选择权 这型战斗机将得到以色列技术的补充 报道称 自去年10月新一轮巴尼冲突爆发以来 以色列已签署了价值400亿美元的武器购买协议 此外 黎巴嫩真主党6号表示 他们使用无人机首次对以色列海法湾一处 海军基地发动袭击 并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附近 一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 防务型观察继续解读 请教尚女士 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称 6号他们是对以色列海法湾的一处 以色列的海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同时他们还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的 国际机场的一处军事基地进行了打击 您观察为什么是这两个点位呢 其实真主党呢过去他不太打以色列的军事目标 军事目标呢第一他可能防御上会更严密一些 就不太好打 再一个有很多的军事目标 其实离真主党比较远 那真主党主要的武器呢是火箭弹 所以他的射程上也够不着 那一般就是打这个边境地区 那么反过来说呢打军事目标 本身呢就能够显示出真主党的能力 显示出真主党想打哪就打哪 特别是刚才你提到的本古里安机场 其实这个地方呢距离黎巴嫩大概要在 15060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 那用火箭弹肯定是不行的 那这一次呢他使用的是弹道导弹 这就说明黎巴嫩真主党他的手段是很多的 那么黎巴嫩方面也说了 说我现在呢有这个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的征服者110弹道导弹 那射程300公里基本上以色列就没有死角了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威慑 另外呢真主党他也强调说 说真主党要通过战场而不是谈判 结束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用实力说话 我们通过打迫使以色列坐下来 基于这样的一些考量 他现在呢就比较重点的去打一些军事目标 接下来请教王先生 以色列的多家媒体报道说 以色列正在权衡与黎巴嫩方面 就北部边境达成现实停火协议的可能性 那您观察以色列为什么此时会释放出 和离真主党进行现实停火的这种信号 同时您觉得双方有可能会达成 这种现实的停火协议吗 目前从以色列的核心战场需求 包括它的所谓安全需求来看呢 以色列对于这样一个停火 它的这个要求还是相对比较迫切的 以方还是比较着急 主要的原因在于呢 以方承受了来自他国内外多重的压力 另外一个与他的现实的这种安全的诉求啊 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看到经过这几个月啊 这个战事的这样一种牵沿呢 以色列在整体的战场态势上 出现了一个这个多点军事冲突的 这样一个状态 这是内塔尼亚胡政府 所最不愿看到这样一个态势的出现 所以呢 以方现在需要对于当前的 这样一种所谓的困局 要进行一种解套 具体的方法呢 就是迅速的或者说快速的去 这个终止结束暂停 在北部方向的战事 然后集中力量对北南部方向 也就处理加沙地带的问题 至于说这个停火协议最终能否达成 我认为目前还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首先来说呢 从以色列角度来看 以色列火同美国去炮制 所谓停火协议草案 但是从停火协议草案也好 还是当前以美双方的 一系列的表态来看出啊 这样的一个方案 它存在着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首先说以色列十字大张扣 以色列方面 它既然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停火 但是呢 它希望是珍珠党停 以色列火 那么就是说以色列 它最终的目标 是要完全解除珍珠党的武装 而另外再有一个呢 我们要看到美国呢 大言不惨 说要提供一种国际监督机制 或者说是一种安全保障机制 但是从过去几个月的实践来看 包括美国当前政治处于过渡期 这样一个现实情况来看 既没有安全 又谈不上保障 所以这都是些不确定的因素 再者呢 整体的目前的离异局势 还受到这个黎巴嫩珍珠党 背后的支持的力量 比如说像伊朗与它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那么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 目前又处于一个 尖拔奴章这样的状态 所以这些不确定的因素 就使得这个所谓的停火 这样一个问题啊 还呈现出更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我们现在也确实关注到 以色列方面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以色列呢 是用美国军事援助的资金 向美国公司采购了25架 F-15IA战斗机 而且呢 还有可能再采购25架 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操作 同时采购这型战斗机 是在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以色列现在就是拿美国的钱 去买美国的武器 非常明显 就是美国对以色列的一种支持嘛 表面上说 我仅仅是一个援助 但是这个援助呢 最后转化成以色列的军事能力 那么这次买的F-15IA 应该说呢 是一个就是攻击能力 非常强的一种战机 它是F-15的一个最新型号 不仅仅说作战半径更大了 关键就是它的载弹量非常大 有一个称号叫炸弹卡车 那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现在 这样的一个大的作战半径 大载核的战机呢 是非常必要的 你像F-35虽然它有隐身能力 但是对付黎巴嫩珍珠党 叙利亚它用不上 如果说对付伊朗的话呢 它的载弹量又太小 它的作战半径呢 也比较小 那么反过来说F-15IA 虽然说没有隐身能力 但是我觉得对付这些 不是那么高端的对手 它已经绰绰有余了 反而说因为航程远 载弹量大 它有F-35不能比拟的优势 所以从这点也可以看出 以色列它在中东地区 不可能走向一个和平的路线 它现在呢 其实是在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 要进一步的强化自己的空中优势 这种远程打击能力 美国在口头呼吁停火的同时 不仅源源不断地向以色列输送着武器 还扩大了自身在中东的军事存在 和对以色列的军事辅助 带来的却是冲突的蔓延和暴力的循环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